城城兵分四路 要跟林彪的主力决战 这是1948年的辽省战役 东北版的大决战预言 不过我们前面提到 城城最终是黯然离开东北 整个故事其实不是只有胜负而已 其实交战过程应该有蛮多细节可以分享 陈丁达他的新武军是在1月1日从沈阳出发 在新明聚留河车站这个地方下车 因为那个时候气温低到零下40度 坦克 汽车全部都没办法开动 所以新武军只有携带了三天的粮食弹药 就立刻向前出发 1月2日新武军开始遭到了解放军的阻击 到了4日的黄昏 他们推进到了公主屯这个地区 就立刻开始遭到核围 陈丁达发现情况不太对劲 于是立刻通报城城 希望说廖藥巷的新六军能够赶快向他靠拢 同时要求城城可以允许他的新武军 后退到巨留河 也就是辽河 来摆脱这种被维艰的局面 陈丁他就立刻召开会议 那个时候副参谋长赵家乡 他主张是让新武军可以迅速的撤出 可是其他人并没有做特多的表态 那陈丁他自己也不相信说 新武军的这种兵力会被吃掉 所以犹豫不决才过的一天 到了5日的清晨 共军的四个重队就已经把整个新武军合围完毕 口袋扎紧了以后 城城这个时候才下令新武军可以向沈阳撤退 可是为时已晚 所以就从5日开始 这样子一路达到7日 整个新武军就这样子负面 包括新武军的军长陈临达 43师的师长刘关天 1954师的师长谢戴正 通通都被俘 前军只有3000多人突围成功 其他2万人全部不是被俘 要么就是被奸 你说陈丁达他们那边2万人覆没 只有3000人突围成功 真的很惨烈 新武军之所以被奸灭 主要是因为他进入口袋之后 林彪的三种 那个时候迂回到法库到新民 这边有一条公路 在公路以东 先把新武军的退路给切断 同时追着新武军的屁股 顶着他们向北走 军长陈丁达 他先到了安湖屯 接下来到周家屯 最后来到了一个 300户不到的小村子 文家台 陈丁达就是把军部 还有炮兵等等一些自重 全部都塞到这个小村庄 准备聚首 因为最后的决战 其实是在文家台 这个小村子 所以也有人称为文家台战役 但是你说他把所有的 剩下的部队都围在这个小村庄里面 其实这听起来感觉就不太妙 文家台的地形 他非常的辽阔宽阔 双方争夺的相当的惨烈 大陆有一套书是星火燎原 他有一篇文章是山众一位战斗员写的 他说双方打到最后 陈丁达还进行反突击 最后一天呢 也就是1月7日 天亮的时候 陈丁达他派了左路 大概就是五个派 中路是200多人组成的军官大队 右路是一个影就向前推进 攻击开始的时候呢 所有文家台的炮火全部都打出来 作为掩护 因为由下级军官组成的这些军官大队都动用了 代表说陈丁达希望至少能够再撑一个白天 来等待援兵 文章说 这些军官端子美式的冲锋枪 穿着美式大衣 排着整整齐齐的冲扇前 有的人走着走着 就把大衣给脱了 那还有人把帽子甩了 嘴底都是喊着 为保卫军部而战 这篇作者说 他先用机关枪一阵扫射 接着他们的牌也顶得上去 先摔手榴弹 接着上次刀 双方就惨斗在一起 军武军的军官呢 就是边打边喊 他们也在喊 两边缴获在一起 所以军官大队的冲锋枪 这个时候没办法发挥作用 而且还没办法抵抗刺刀的攻击 那总之呢 军官大队被杀退之后 其他两路也就后撤 这个时候呢 有好战分子之称的中尾 四野一个很有名的将领 他的二众也到了 这个是四野的头等师 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讲一下 因为他后来参加过 青宿品战役 那这个时候另外呢 还有炮兵也到了 所以整个解放军 这边的计划是 上午八点开始发动总攻 时间一到 他说看到了天空升起了 三枚的红色信号弹 整个炮火就开始全部向文家台覆盖 然后接着就看到一阵阵的火焰冒起来 新武军因为寄居的地区不大 都遭到了这种炮火覆盖性的打击之后 很快的就乱了 二重三重六重七重 就趁势打进去 快的就殲灭了新武军的军部 陈寗达变成了他黄埔士奇的同学 他林彪的俘虏 基本上这就是要 国军这边就是要把他救出来 其实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 一个关键人物 廖耀香 有网友留言说 廖耀香救援不力 这是一个没有正义的说法吗 我们这边用张秦关 他血战于身的说法 那个时候是52军的团长 后来来到台湾 他出版过这本书 提到了公主屯战役 他说他是在六日清晨 接到了师部的电话 说新武军1950 在公主屯被围 整个情况很危急 要第52军 第2师准备要去出发救援 所以部队就要先行集结待命 他一次通知各营连 就地完成出发准备 并且集合营团的 变衣情报队 还有搜索牌 在地图上先区分 要占领的警戒地区 构成20公里宽的纵深 15公里宽的警戒面 如果到时候要出发的时候 机型军20公里不用搜索 并且规定情报队 如果发现了解放军 大部队的时候 就一面转进 一面要鸣枪警告 都已经安排好了 可是他等了12个小时 却接到说 你们不用去的电话 张清官就很有诈词地说 我的情报队有报告 说附近并没有任何的 解放军的踪击 请你们向行员报告 我可以保证 这个情报是正确的 结果电话那一端 还是说你们不用去 所以张清官他很感慨地说 如果当时要他们出发的话 用急行军的速度 下午2点就可以到达 公主屯地区 虽然不能够保证 可以解围 可是因为我们和 1950是血肉相连的弟兄 真心诚意地 要进行内外夹击 至少可以使大部分的人员 突围出来绝对不会像廖药香兵团 那样子见死不救 而看着新武军被歼灭 而且无动于众 上一集刘豫章有提到廖药香 然后这一集的张清光 也点到廖药香 所以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 他们都是52军 那个时候廖药香 他的新六军距离 公主腾还有10公里的距离 台湾后来有出版过一本 廖药香将军逝世10周年纪念专辑 主要是他之前的部署所写的 这里面提到公主屯战役 也做了一些的解释 根据廖药君军史的专家 邱忠岳将军他的说法 那个时候东北脚总 他应该要以总预备对兵团的 新一军或49军去救援 特别是那个时候 距离新五军最近的是71军 结果廖药香 幼兵团却被奉命要去救 我觉得这样有点混乱 71军那时候是刘安琪 然后这里又扯到49军 到底是谁要负责任 因为49军其实才干到东北 就遭到重打击 所以大概也无能为力 老实讲这场战役之所以会打输 最主要还是行动缓慢 协同不但 以致重了分割敌军大型战役中之 一路予以歼灭的这种策略 另外邱忠岳他其实也提到 就是公主屯失利 与林彪的内线作战运用的很好 有关系 而国军自己又没有把握 外线作战的要力 所以部队全部都被分割 没办法形成拳头 来遭到这个结果 我们其实对到底是哪一支军 要负责任 对我们其实也没办法 做一个很肯定的说法 因为公主屯战役打完三天 老奖就到了沈阳 他都没办法做出最后的才识 我们根本是无能为力 你也不准备